要说飞行安全从来都没有小事 哪怕发生一个个微小的问题 连锁反应引发的后果 那绝对是不堪设想的 11月2号 南航CZ6540航班在石家庄正定机场落地滑行的时候 飞机前起楼架出现了故障 为了确保安全 机组迅速刹车将飞机停在了跑道上 机上有143名乘客 没有人员受伤 全部乘坐百度车安全的离开了 飞机于当天晚上21点35分被脱离跑道 南航妥善安排后续旅客的行程 事件原因也正在调查当中 机场工作人员介绍说 故障飞机占据了跑道 机场也一度关闭 有乘客说 飞机下落到地面停稳 只用了10秒钟时间 然后机舱内就闻到了烧轮胎的味道 还好及时处置